打开车窗三分之一 车窗移动 打开右侧车窗 车窗移动到位 很多人反馈特斯拉这个最新版本 用语音操控车窗这个不太好用啊 其实特斯拉的语音 它只支持几个默认的短语 固定的短语 我把它打到屏幕上了 大家把我这段示意图看懂了 应该就明白会怎么操作了 它首先分为打开和降下两种操作方式啊 降下左侧车窗 车窗正在打开 每次降下的时候 它会说降下的时候 它会往下降一点 比方说降下右侧车窗 它会降一点 然后你继续说降下 它会继续往下降 降下右侧车窗 车窗正在打开 每次说降下 它会往下落续降下一点 而打开呢 就是如果你不说打开几分之几啊 它就没有人给你打到底 比方说打开右侧车窗 车窗移动到位 它会直接给你降到底 当然了 后面可以跟个什么三分之一啊 二分之一啊 五分之一啊 它就会给你打开到固定的开合角度 打开车窗十分之一 车窗移动到位 支持的颗粒度还是很细的啊 打开右侧车窗三分之二 车窗移动到位 关闭全部车窗 车窗移动到位 然后刚才大家也注意到了啊 如果我不指定哪个车窗的话 它默认操作的就是主驾车窗 打开车窗三分之二 车窗移动到位 然后控制另外三个车窗呢 要指定具体的车窗名 打开左后车窗 车窗移动到位 这就行了 然后可以加全部啊 全部就是对全部车窗进行操控 关闭全部车窗 车窗移动到位 打开全部车窗三分之二 车窗移动到位 其实还是很好用的啊 这个功能 尤其是在你双手专注开车的时候 没办法腾出来一个手去操控这个按键 那么用语音指令操控车窗 是最安全最方便的方法 然后大家按我给大家的提示 屏幕上的提示词操作 就肯定没有问题 好吧 那给阿赖点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分享更多特斯拉用车干货 三会